男人小心翼翼地将手中的豆腐切块 接着再利用空气刀将香葱切好 虽然都是一些简单的食材 但是经过永次郎的亲手调教后 一碗美味的豆腐胡辣汤就做好了 仿佛是受到了某种感觉 任牙艰难地从壁上爬起 就这样地表最强的父子二人 竟然当着上万人的面围坐在一张空气桌子面前 就在刚刚 永次郎一个充满父爱的怀中暴杀 将这场持续了数个小时的父子大战推向了尾声 此时任牙的整个身体都已破锁不堪 看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任牙 永次郎也没有了战斗下去的欲望 然而就在永次郎准备转身离开之际 却突然感觉好像是被什么东西踢了一下 难以置信 刚刚永次郎竟然被任牙幻想出的虚影踢了一遍 此时任牙的身体已经无法行动 可他的战斗意志却没有丝毫地摔走 凭借鬼脑强大的buff加持下 任牙再次幻化出虚向逃着永次郎发起了进攻 然而面对任牙的攻击 永次郎却没有丝毫地躲闪 他在用心地去感受任牙拳头中想要表达的害 突然永次郎将手从口袋里抽出 这一刻他已经彻底认可了任牙的识 得到了父亲肯定的回答 任牙也停止了攻击 接着永次郎张开手掌 他要为任牙亲手做一顿晚饭 看到这一幕的众人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只见永次郎的手中竟然凭空出现了一块豆 接着他用想象出来的刀将所有食材切好 然后放进锅中不停地搅拌 不出片刻 一碗美味的豆腐胡辣汤就做好了 虽然任牙听不到父亲说的话 但他还是明白对方想要表达什么 永次郎缓缓地坐在任牙的面前 看着眼前这碗胡辣汤 任牙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了 就这样父子俩在上万人的注视下吃起了宵夜 然而就在任牙品尝完永次郎的胡辣汤后 却气得直接掀翻了桌子 理由竟然是这碗汤太咸了 永次郎瞬间暴命 刚想起身好好教育一下对方 不料任牙却表示这是为了保住他的面 此时永次郎也明白了任牙想要表达的意思 得到了父亲的回答任牙已经心满意了 在永次郎的眼中 强的基本标准不仅是要战胜一切武器 更是要有着贯彻意志的力量 曾经的永次郎很强也很任性 因为永一郎走后没人能管得了他 但就是这么一个强大的男人 却拥有着一颗无比善良的心 在看到那些饱受战争摧残的人们时 永次郎毫不犹豫地站在他们的面前 用自己强大的实力为弱者发声 在面对那些欺负弱小的士兵时 永次郎发誓要将他们全部铲除 而这就是永次郎作为强者 所要贯彻的真正意志 而如今任牙也领悟到了 这种贯彻一切的意志 所以永次郎决定 在此将地表最强生物的称号 让给任牙 现场的观众全都废同了 新的地表最强生物诞生了 奥利巴等人皆是一子 所有人都没想到 范麻永次郎竟然会主动认负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任牙缓缓地从地上站起 可此时他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也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 新的地表最强 在他的印象里 最终是永次郎将他打倒 若不是父亲手下留情 他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 顿时上万名观众 高喊着永次郎的名字 永次郎没想到 地表最强生物的称号 又回到了自己的头上 就在这时 德川表示这场地表最强父子大战 已经分出胜负 而看完这场战斗后 他的癌症也完全自愈了 至此地表最强父子大战 也彻底拉下了威力 ここに終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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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